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国家是目前亚洲游泳实力最高的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的竞争也是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游泳比赛的前三天 一共有21枚金牌 中国拿了11枚 日本拿了10枚 我们仅一枚金牌微弱的优势领先他们 在100米男子蝶泳的决赛当中 中日双方都是没能够拿掉金牌 这也是目前为止在游泳赛场上 唯一没有被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拿走的金牌 这枚金牌的得主是来自新加坡的选手斯库林 这名选手在16年的奥运会上 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所以他的实力也是相当的强 以比较大的优势 拿下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在随后的200米女子之游泳的决赛当中 中国的李宾杰和杨迅轩两个人 也是分别获得了一二名 这两位运动员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 并且他们是以绝对的优势拿下了前两名 把其他选手甩的都比较远 在男子100米挖泳的比赛当中 我国的预赛当中 发挥特别出色的选手 颜子贝也是很遗憾的没能够拿下金牌 这个项目的金牌也是被日本的选手给拿走 并且他也是成功的打破了亚运会的记录 我国选手拿到了第二名 在女子200米的蝶泳学赛当中 我们国家的张与飞 在面对日本两位强将的包围下 也是拿到了比赛的冠军 日本两位选手分别获得二三名 在男子400米混合泳的决赛当中 我们的汪顺也是非常遗憾的 输给了日本的两位选手排在第三名 在200米的混合泳当中 汪顺克是拿下的金牌 所以大家也是对他抱有比较大的期望 但是在400米的项目当中 他的体力在后半程也是明显有了下降 拿到第三名也确实还是不错 在当晚最让我们大家激动的 应该就是杰利萨的项目了 尤其是男女混合泳的杰利萨项目 这个新的项目 也是作为两年后奥运会的正式参赛项目 所以这次比赛可以说是一次比较好的演练了 这四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 从第一棒开始我们国家就一直领先日本队 但是在女子第一棒的时候 日本的选手石家梨花子还是追了上来 但好在我们最后一棒女子自由泳的猪梦会表现得太出色了 刚刚下水就把第三棒落后的一点点时间给追了回来 最终以3分40秒45创造了新的亚洲记录 这也是我们取得的新的突破